那一片在南方的小伙伴看一下我们北方的一个雪景还有我们的大洞啊 这话有问我绣球啊绣球这个问题冬天可不可以四外越冬 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无尽一下绣球 这上面这些个呢全部都是一些饱满的雅点看到没 这个明年春天都可以开出来花有的话说你们怎么没剪 对于绣球来说它野生能力非常的优秀啊 到明年春天这上面的这些个都会自己冻死的 这些些吧好吧我们明年春天会进行一次种检 种检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基本上是平塌 我们北方市外呢会有这种花香 人家的话我说你这种箱子里面会种什么 我们箱子里边会经常换啊 那就是种上一个月就换了 现在都是圆锥绣球了明年春天我们会给大家火上市的 有的话说现在没有冻什么没有 这都是我们在山东市外盆栽越冻的圆锥绣球 好吧当然了也会冻死即可 这都是那边也是哈很多很多价格也很美丽 前面有一些棒棒糖 全部都是风川沫的啊 这就是看到没抗寒能力很优秀啊 尤其是放到一堆它的跃动能力更好了 尤其是下雪这样啊给它们全部封起来 这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也会冻死即可啊 不过活下来的还会比较多 还有墙威 能冻死就冻死 冻不死第二年会活得更壮 一年更比一年壮 真好 还都是平荣的呢 阳光海滩 日本马力 积极保湿 樱桃阳台 樱桃阳台迷了 现在光盛盆了